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456集 亲朋好友,过去的师长,在惦记着夏小兰 希望她已经适应了华清大学的生活 在学业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有嫌隙有仇的,则巴不得她在华清大学处处不顺利 失去光环,泯然众人 当然,这些人也只能如此安慰自己了 就说夏小兰和夏紫玉 在80年代初期考进华清和考进师院 家庭背景相似 两人毕业后的起点却不一样 夏小兰如果在校期间表现优秀 分配工作时绝对能去很好的单位 师院毕业的夏紫玉就不同了 有的单位优选华清,京大 中科大的学生也很受欢迎 后面还跟着人大,京师大 京师院嘛 名字和京师大差一个字 却排得有点远 这种差距,汪建华有个在高教司工作的亲爹 勉强能拉平吧 但夏紫玉是没有的 她的家庭背景和夏小兰岂只是相似 两人分明是同一个农村家庭出来的 夏小兰父母离婚 亲爹夏大军都失踪大半年了呢 夏紫玉原本是比夏小兰强一点 她父母还开了一家小吃店 虽然在分配工作时提供不了什么帮助 家里经济至少还行 现在好了 夏大军失踪 夏长征干脆就成了断手的废人 夏紫玉有这个爹 还不如像夏小兰那样没有呢 虽然夏大军帮不上忙 现在起码不是拖累呀 夏长征却实实在在拖累着夏紫玉 虽然暂时击退了柳山这个情敌 王广平对她也颇为看重 冉淑玉说要还钱给夏家 并要见一见夏紫玉父母 夏紫玉想来想去 还是暂时婉拒 现在还不行 她爸那样见面能说啥 她妈在京城也没站稳脚跟 跑到王建华父母面前 说不定就把她辛苦建立的一点好感给击碎 夏紫玉肯定不会对王建华放手 补习班的事在王广平面前过名录后 夏紫玉也很是飘飘然一番 有了王建华帮助 原本蠢蠢欲动 想把夏紫玉撇开 几个人自己搞补习班的师院学生 也变老实了 王广平还指望着这个补习班做大做强 好好宣传一番 给儿子王建华铺路 哪会让几个学生起别的心思 他都不用做什么 只要让人时不时去补习班露个脸 师院的学生就知道 夏紫玉来往的都是些大人物 对普通学生来说 高教师的一个办事员都是大人物 夏紫玉背靠着大人物 补习班也搞得有声有色 暑假班结束了 好多学生都留了下来 转换成周末班的生源 其实 夏紫玉把王广平拉来一起办补习班 原本是为了击退情敌 却又歪打正着 要是没有王广平 岂止是师院的几个学生蠢蠢欲动 夏紫玉租场地的学校 也完全可以撇开夏紫玉 这钱 师院的几个半调子能转 学校有多年从业的优秀教师 为什么不能自己干 这些异样 夏紫玉不是没感觉到 但怎么解决呢 就像他建议张翠卖小吃 小吃店确实也赚钱 一旦遇到挫折 夏紫玉就没多少处理经验了 忙着搞自己的事业 夏紫玉连学业都有点放松了 别说什么国庆三十五周年的庆典游行 他根本就不感兴趣 但他不敢说 因为王家人很激动 周边其他人也很激动 师院没有仪仗队 游行方队是和其他几个院校合并走的 师院的学生还挺失落 王广平也挺失落 师院还是不够好 如果他当年没出事 王建华就不会被耽误几年 王建华当年成绩也不错 一直享受最好的教育资源 考个华清京大 也不成问题的 当时在农场没返程 王建华考回京城就很满足了 现在王广平却觉得遗憾 他却不知道 王建华虽然没考上华清京大 如果一年前没有选择夏紫玉的话 却应该有个在华清念书的女朋友的 夏紫玉把夏小兰考上华清的事说出来 是在王建华面前先下手为强 抹黑夏小兰的形象 王建华听了 却惊讶大于愤怒 按理说 一个如此恶毒的夏小兰 她应该是厌恶和警惕的 她也的确有这种心理 然而 在厌恶和警惕等情绪下 更多的是难以置信 是好奇 是一些难以表述的复杂心思 夏小兰固然长得娇媚动人 她的心思浅得一眼就能看透 王建华曾经以为自己是了解夏小兰的 包括夏小兰对她的喜欢 可是和夏紫玉在一起后 王建华发现自己好像没看懂过夏小兰 夏小兰一次次让她意外 不 她不该被这个外表美丽 内心狠毒的女孩迷惑 她是审视的 想要确认那些事 是不是夏小兰做的而已 王建华和夏紫玉都入选了游行方队 几所高校加起来上万人 都在半夜就到天安门以东几公里外的胡同里准备 这里灯火通灵 能看到各校的学生 华清的也有 从衣服上就能辨认出 王建华和夏紫玉 心照不宣 都在人群里搜索夏小兰的踪影 华清这次安排了一年级的新生 走游行方队 夏小兰总不会连这个都选不上吧 各个学校认识的人到处窜来窜去 老师们也禁止不住 游行方队本来就比较散漫 和仪仗队的严格训练不同 可看了好几遍 还是没瞧见夏小兰 该不会是真的没来参加游行方队吧 夏紫玉有点想笑 她还是把夏小兰想得太高了 或许在华清大学 夏小兰那样的也不算什么吧 夏紫玉不想去想 诗院和华清天然的等级差距 她现在事事都顺 就已经比夏小兰强了 夏小兰高考成绩好 读得大学好有什么关系 有在教育部任职的公公吗 王广平复职 她和夏小兰的差距 可是又拉大了 夏紫玉还沉浸在自己的自得中 就听见王建华的室友 用很夸张的声音说道 建华你看 仪仗队那边 女生的气质也太好了吧 穿蓝色衣服的是精大的 白衣白裤的就是华清的了 你看那个女生 长得像电影明星一样啊 游行方队这边散漫 在街对面的仪仗方队 队列就整齐多了 王建华顺着室友纸的方向看去 白衣白裤的仪仗方队 果然是气质出众 站在第一排边上的 不就是夏小兰吗 夏小兰怎么会入选仪仗队 夏紫玉紧紧咬着唇 就是一个仪仗队 也说明不了什么对吧 他这样劝着自己 却回想起王广平的感叹 你们要在华清京大 这样的学校就好了啊 我们要在华清京大